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歐美 純色的感覺都是挑比較正的 很黑暗的感覺 看起來拍稻丁 感覺學生時代會被取恰伯伯這個綽號 有可能然後感覺蠻不好親近的 很厭世的 哈囉 那種拍稻丁的感覺 眼袋黑人圈還蠻深的 就是那種陷阱妹很厭世 感覺是像驚騰洗手的黎薩舟 還會聽到欸 你本人好 會不會不太一樣 你可能說你很像大骨頭 對啊 那是素顏嗎 等一下素顏 那我想要看 我想要看你 幫我擺一下這個四連拍欸 這個看起來好黑暗 好厭世喔 你幫我擺一下這四連拍好不好 我想看一下 可能要完裝會比較 完裝才有氣場 可是你今天穿搭的感覺好像比較氣質 是你有特別想要做不一樣的改造嗎 想要看起來比較清淨的感覺 因為我平常會就是畫眼線可能比較銳利一點 因為我自己的眼睛就是比較無神 那還有淚溝的問題 喔 所以你會為了想要讓眼神看起來更有神韻 畫眼線 但是要有 但是又想要溫柔的感覺 又想要溫柔 又想要溫柔 但是不知道怎麼畫對不對 那就趕快進行我們今天溫柔小姐姐的妝容挑戰囉 好 我自己平常就是毛孔比較明顯 希望可以就是比較薄透 然後又可以遮瑕 妝前如的部分真的使用很重要 因為很多女生 他們為了想要講究快速 他們可能直接用粉底液 直接一直上一直上 然後就想要那種薄透感 不可能的 在於說分底之前 真的使用一個校色妝前如 先把我們的膚色校色透亮度提升之後 你的粉底液真的用少少的亮 那我們可以搭配使用像刷具 或者是美妝蛋 它的話使用得出妝感 都一定是會比較薄透的感覺 粉底完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使用像遮瑕的東西 比如說像眼下部分 我們可以用手指頭 用手的溫度 讓粉濃進我們皮膚裡面的話 它會更貼 而且會讓黑眼圈修飾得更好 因為它蠻直接它就是說 它畫不出那種溫柔的感覺 但其實把它稍微顛倒過來 就會有不一樣 因為你一般畫是從眼尾嘛 如果說想要創造無辜大眼啊 其實會建議眼線的話 可以從眼中開始做延伸 想要問就是淚溝只能用遮瑕的方式去遮瑕嗎 其實淚溝它除了用遮瑕的方式啊 我們都可以利用眼影的淺色的部分來做修飾 第一步驟的話 我是先選用那種米白色的眼影 去整個去做打底 可以再一次修飾眼周暗沉 再來就是選擇用粉藕色再疊一次 那最後選擇帶有點粉紫的 然後去做主色 然後在完成眼妝之後啊 選擇一些比較帶有亮片的 在下眼頭那邊再去做夾牆 這樣整個感覺就不一樣了 因為她本身個人是比較喜歡用那種顏色比較鮮豔 然後比較偏橘色系 會比較總是那種比較慵懶 或是她可能會比較有個性一點 對然後我選的是比較裸粉色 但是用圓影棒的話 它可以讓你的唇啊邊際不會那麼明顯 那顏色的話也會蠻飽的 那我覺得可以用這種裸粉色 去讓它整個風格 可以有不一樣的改變 欸真的走在路上 我會多看她急眼那種 很漂亮很溫柔那種玩樂的感覺 公民上午有點嚇一跳 我覺得她變成林家的小姐姐了